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从2011年来的美国 然后现在在字节跳动就是在抖音 然后呢我是四年我的大学生活是在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更擅长于做一些 比如说跟新媒体有关的东西 然后比较想要工作更多的一些 跟新技术和装置艺术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去了纽约读研究生 主要是做一些就是做interactive engineer 就是做一些AR platform的探索 还有一些滤镜啊 就是你们看到的一些滤镜的东西 在抖音上或者是在tiktok上面 然后做贴纸 所以你现在头上的小猫猫也是你自己做的滤镜 不是我做的是同事做的 但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滤镜可以写 就是有狗头啊然后有这些东西 我们因为尤其是最近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想化妆 所以就用滤镜来掩盖真相 明白 你们公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疫情在家工作的呢 因为加州其实它的疫情爆发的比较早 当时公司有什么一些措施在 我们公司大概是从大概七周以前吧 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work from home的 然后在work from home之前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中国人还蛮多的嘛 然后有做research的呀 就是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做了一些比较有利的措施 就比如说首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定量的去发口罩 然后就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sash日 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一个sash日 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就是现在的疫情情 就是这个疫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是你可以去跟HR去讲这个东西 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中午和晚饭都是在公司去吃的 然后吃中午饭晚饭的时候 其实以前我们的伙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 就是大家一起吃的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了当时 就很多时候就可能就分开 然后我们因为吃饭的地方可以选择很多 所以我们我们那个组其实人比较少 所以就选择了就是天台嘛 我们就去楼上吃的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比较严重了 我们就说大家都就work from home了 然后work from home之后 反正每一组可能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组呢是其实每一天都还是有联系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virtual office这样子 就是大家可以就有什么烦恼什么的也可以说 然后也开设了一些好玩的课程 比如说瑜伽课啊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一些work from home的一些游戏 session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从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team building 就是本来从线下也变成了team building的线上 那你work from home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可以聊一下你一天整个时间安排成工作生活当中 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work from home的第一个月我还是不太适应了 就是去努力的去适应吧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工作时常是比较弹性的 所以一般工作是早上10点钟开始 然后晚上7点钟 可能6点半的时候就有个做饭时间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平常日常时间周一到周五我都是上班 然后呢中午和晚上会自己在家做饭 每天晚上我会跟我的室友去跳一些比如说减肥操啊 或者是玩一些switch的游戏 每周五我们晚上都会去都会点餐吃北京烤鸭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周六的话实在不行了 就可能就大家就会我们几个人就会出去飙车 就会就会从就从我们家然后开车开到海边 然后再飙回来其实也不下车 就是大家就晚一下这样子就开一下车 那如果冯洪对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说对你所在的整个行业有影响吗 我觉得对所有行业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先从对我自身工作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同事可以直接的就是去one on one的就是meet in person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有可能算是网不好啊 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有些问题 但是你觉得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严重到你要去跟他打个视频电话 然后交流起来聊天就会比较的麻烦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上班的话我们就会用那个lark 然后用我们公司的一个有点类似于slack的一个软件 然后去沟通吧 然后这肯定沟通上面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的 但是大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嘛 所以就必须得适应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公司的话公司整体来讲 其实可能没有非常大的影响吧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也是属于一个 TikTok抖音都是一个线商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所以可能就可能差不多 不过其他的公司其实应该有挺多的影响的 比如说我听说现在很多科技公司比如说Uber 就裁员比较的严重 包括我有朋友也有被就是被裁到有Q到这样的情况 那你现在疫情在家有没有挖掘一些什么新的技能 或是说你有没有做一些就是之前可能上班的时候没有做的 没有尝试的事情 现在有些上班的好多啊 就是首先因为我很户外嘛 就不怎么就经常就不怎么在家 然后自从在家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我到底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 然后难让人自己那么有趣 然后我发现我跟朋友的沟通其实变多了变平衡了 因为我很喜欢打电话 然后还有就是就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手工艺品 就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在我桌上就是这个是我才完成的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 它是一个那种换灯机这种东西 就是可能会做做手工艺品做的比较多吧 然后它这个东西是你可以炫 它可以有一个那个炫的那个东西 好然后就是感觉做手工艺品做的比较多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 还有那个 我发现你的技能越来越多了呀 我我染头发也是在家里面自己染的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乐器 就是就无可理理啊 然后本来本来之前就是想在家里面买一个那个打DJ的DJ台 但是但是可能马上要搬家了 就所以可能就之后再说 然后平时也会画一下画呀 然后跳下舞啊 玩一下动森啊 主要就是这些事情 那也不要分享一下你之前是如何找工作的 因为你在各行各业不同的地方都工作过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然后是怎么找工作的 我觉得途径主要是如果你在学校的话 一定要有效的去利用学校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UCLI或者是NYU 我们有counselor会给我们发邮件 会把一些job description会告诉我们 然后根据这些job description 还有一些学长学姐的一些推荐 然后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你比较适合的工作 然后经常要去看一下就是 就是每一个工作的job description是什么 看看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利的平台是 你可以通过比如说LinkedIn 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交软件去看一些就是你有兴趣的公司 或者是你有兴趣的职位也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就是找工作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对然后还有就是朋友推荐吧 就是因为我在就是在做吃货小分队的时候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还兼职了在洛杉矶机场去 去做就是培训就是培训地勤 当然也当过地勤 就是那份工作就很强 那份工作就是我闺蜜在那儿做地勤 然后问我要不要去 然后我就说我说 我说正好晚上可以去 然后我就去应聘了 然后去应聘的时候 HR说我觉得可能办公室里面有一份管理就是管陪这样的一个职位 问我愿不愿意去试一下 然后我就也就答应了 就是去总是去探索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职位 总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后来的就是研究生期间 我就比较有目的地去寻找一些我想要做的职位了 就是在研一的时候 当时就我就在阿里巴巴有做交互设计 就是做这样的实习 然后当然也拿到了他们的一个offer 然后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你也有比较更有规划性的就是更有目的地去学一些你想要学到的东西 然后包括就是因为我们我们专业学就是做装置艺术的特别多 然后有一些同学他们毕了业之后可能就自己去做艺术了 或者是去比如说像日本的TeamLab这样的一些公司去做一些装置艺术 然后像我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对VR和AR这方面很感兴趣 还有就是controllation这样的一些东西比较有兴趣 所以正好这个契机我就投了抖音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职位非常的适合我现在 不仅在想外面